继王宝强之后,又一男性被绿财产权被骗走,比王宝强还惨。 这要说到在娱乐圈那的最疯疯火火的离婚案,肯定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王宝强马荣。 现在人人都以王宝强马荣离婚案作为标榜,进行婚内出轨的严重性。 但最近,有网友扒出在娱乐圈里不只有王宝强遭受了财产,家庭的侵害。 而娱乐圈今天又爆出了已著名男性被戴绿帽的事情,那就是唱死了都要爱的信。 原信乐团祝昌信有一个相恋了达15年之久的女友娱娱娱,在和女友交往的15年里,信对女友也同样宠爱有加,不仅让女友在家享受贵妇一般的生活,而且还将三亿豪宅放在女友名下。 去年有媒体爆料两个人早已结婚生子,可是事情一出来,信的女友就跳出来否认,称在一起已经14年了,如果真的要结婚一定的通过媒体和大放公开。 近年来,信靠住到处参加商演赚钱,而娱娱娱娱不用工作,经常和台湾民员汪孙云云,卢南军等人玩在一起,他也因此认识了那个圈子的青年才去。 据报道,有一天,信无意见在通讯软体看到他和对方的对话心都凉了,马上班里两人在威风广场附近的爱潮,住进汪小飞开的Shortdale。 而信其实已经有女儿了。 对比王宝强,信这15年的感情可真的是不好分割,能够坚持那么就说明心用情至深,而且很多财产还是自己心甘情愿给人家,想想也足够委屈了。 也实在够可怜了。 小编认为,娱乐圈最近被绿的事情连连不断,先是王宝强和贾乃亮,现在是信,到底是怎么了? 小编认为,娱乐圈。 小编认为,娱乐圈。 小编认为,娱乐圈是这样的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